游艇掀十呎巨浪打沉龍舟 跌落海的十七男四女 由水景輪再回去白沙灣碼頭上岸 有十個人手腳被毫瀑割傷 但沒有大礙 其中二十六歲的女建兒傷勢比較重 要送院呼接 自發在昨天下午一時多 我們在操練園 然後回來在科爾達 那邊回來白沙灣 他們爬到回去三星灣那時 被一隻大人看 開車招出一些 變成浪湧起來 很快被一位不想奔不及 反了之後每個人都按腳踩 只能打999跟著水機 拖上去 水景事後協助調起 翻沉了一架鐘籠 再由才哥他們爬回碼頭 見到落體在前面 有十次那麼高 反過來 我們船慢慢沉氣 沒有反的 慢慢沉下去 出示架鐘籠屬於自由龍舟會 他們參加來近星期日的 香港龍舟邀請賽 昨天是賽前的最後集訓 昨天是賽前的最後集訓 我會不會為你 有的 消息 我會不會幫你 搖擺